就在农委会正式宣布解除加勤禁运禁载措施之后 勤流感案例并没有因此停歇 27号又分别在宜兰 彰化 高雄和屏东 确诊4例新增案例 不过农委会表示 这4起都不是H5N6疫情 检测出来其实有两个是H5N2 这是H5N8 这两个都是前年大爆发的时候 留下来的病毒株 农委会最新统计 全台验出H5N6病毒的县市 包括新竹县 云林县 嘉义县 台南市 宜兰县和花莲县 既有11个勤场和9例非勤场疫情 扑杀近27000只家勤 至于疫情不断传出 是否表示禽流感病毒具有传染路径 农委会呼吁目前属于散发情况 民众不必过度惊慌 所以这个传播没有所谓的路径 因为台湾很多是露天饲养 那这个野鸟蛮天飞 所以基本上它的发生 是属于散装的发生 那我们叫散发了 那尤其是我刚才特别强调 其实昨天所发现的 那个都是前年留下来的 虽然228年假期间 依然有疫情传出 农委会强调所有家勤在上市前后 必须经过两道检验程序 新增案例就是上市前检出 防疫单位会和养情业者 共同配合 严格把关 大海新闻 唐刀舜检言及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